今天好像给的不够多提示大家 如果想买高息股有很多选择的 第一我觉得3110 可以留意 这个很简单 就是买恒生高息股指数 一下子就买四五十只高息股 理论上就做到分散风险的 另外就是3147 3143 3143 这个就是香港上市银行股 如果大家喜欢一个所谓的加息概念的话 不,你只是买惠控 你都不知道第一个选择是怎样的 但是你又确认这个概念是OK的 那你就可以考虑就是分担买这一只 就买大概十几二十只香港上市的 有招行啊 有建行啊 有惠控啊 有这个是 游柱行啊等等,那就打散它买了 另外就是3187 那是亚洲房租了 它是不移动的,20元 但是一年就算了,都收到4-5厘息 那941,始终入场费也不算太少了 那如果你说我想买941,那你看50元附近了 但是你说我预期买一只941,不如我打散买ETF 或者买几只ETF 那我想你一定睡得着觉吧 这个概念很简单而已 如果一只收5厘的话 其实50只平均是收5厘的 没有影响你派息的 但是反过来,当然了,你说有一只可以升两成的嘛 你不是在看它增值的嘛,你看派息的嘛 那其实打散买ETF呢,是可以有这样的选择了 当然了,另外331也是可以想的 如果它肯,5个6以下呢 我觉得又可以想一想它 那当然了,这只的波幅会大一些 成交小一些的 就很难跟941比较 但是我给大家多一个选择 如果真的想买高息股的话 我刚才那一系 刚刚我两分钟都说了很多选择 给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了 是啊,希望大家又做了笔记啦 谢谢大家